继续回来 我们的李亚 瑞曼李亚已经等在线上了 刚刚的这一小段介绍 是不是您听的已经是相当之心动 赶紧邮请李亚为我们再来更多的信息 瑞曼你好 吴曼 周末好 朋友们周末好 又到周五了 期待已久 是 因为这一期上次 瑞曼有做预告 说这一期会跟我们谈到价格 对不对 是 OK 谢耳恭听 好 我今天继续跟大家讲北岸帝王 最方便学习建地 是我们CareKing开发的第七期 五十三块顶级建地 这个已经 大家已经公认这是好地 我就不再多讲了 是 今天回答大家 我被问的最多的几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就是 我最低多少钱可以买到 第二是 这个都是太实在的问题了 第二个问题 问的最多的问题 最好的那几块地要多少钱 第三个问题是开发商的底价是多少 其实这三个问题是一个问题 是 我可以跟大家讲我的经验 关于这类的问题 投标的这类的问题 无论我是说多少钱 大家都回答是一样的 太贵了 对不对 是 所以说实际上我们投标这次是 投标的精髓就是说 没有开价 没有地价 买家自己出价 所以这个问题 我等会儿把我这个问题再展开一下 现在市面上 我是听到不少的朋友 我的老客人的朋友 这是买家关于这片地的价格之间是互相在传说 互相在吓唬 就越说越高 说到最后我都胆战心惊的 需要这么多钱吗 这个买家的价格呢 传说的价格是不对的 因为大家只是买地的 大家也不是地主 不是开发商 也不是代理中介 所以不要互相去吓唬 第二类朋友呢 是我的中介同事呢 关于价格呢 我觉得回答的稍微理性一点 但是不够精确 那么就比较 有的是回答比较简单 他直接根据我在BuffTunton系统里面 给我同事的那个搜索范围 搜索范围是多少到多少 他就告诉买家 我这个地是多少到多少 其实这个 为什么要设一个搜索范围呢 是给我们我的同事 你大体什么样的范围的客人 你可以带过来去介绍这片地 但它绝对不是一个价格范围 所以我一直讲呢 这个投标的物业 它在BuffTunton系统里面的 那个范围呢 是一个社区里给的搜索范围 它不是一个价格范围 所以你直接给买家讲呢 肯定最后就会出问题 那么还有一些同事呢 就根据以往的投标来看呢 就也是一种比较简单的做法 就是在我在公司订的那个搜索范围上面加十万 你就他每次都要多十万 或者更多 就这样跟买家讲呢 买家会觉得贵 因为我给朋友们 给我的同事订的这个搜索范围呢 是经过很长时间的 我的研究和我的周围的房价地价 我跟卡发商谈的这个结果 这个呢是一个比较合理的一个搜索范围 但不是说价格 所以第三类呢就是说 关于价格呢 我是希望朋友们听听我的解释 因为我做过很多次的投标 凡是我可以说这句话 凡是我说过大概九次到十次的投标 在我这边买到的朋友们呢 没有一个说是买贵的 而且都是赚到钱的 所以第一句话呢就是说 我们这篇53块鉴定呢 是开发商没有开价 也没有底价 是买家自己出一个 你们认为不贵的价格 所以从这个定价系统和这个销售方案来看呢 是他不可能买贵 你说有可能买贵吗 是买家自己出的钱 对不对 然后呢 那卖家作为开发商 他是选买家 他是选 你们哪一个人出的高差就选哪一个 这个价格最终也是买家是定的 所以我觉得关于价格呢 是这么解释比较好 那我在下面呢 还要详细跟大家讲 大家是怎么去比这个价格 自己怎么去出这个价格 你看看关于这个价格 别人的一个问题 你看看我这一个回答 就是回答五十遍 也就口干舌燥了 所以我要接受你们90.6 这个FN90.6的节目 跟大家广为宣传一下 广而告知 对啊 讲五百遍 我可能就像周星世言的功夫 功夫里面的火灵血水 就口外眼斜了 不会 对 你这就是提供这个非常好的服务吗 也是认为你特别的有耐心 回答好每一个朋友 是 认为贵 有朋友认为贵 认为贵的是 我大体分析的下 分类的下 有三种人会认为是贵 第一类的人呢 就是说 他的资金 目前的资金状态 他不够这个顶级的地 他没有到这个位置 比如说 我的财力只能去买 目前只能买一个 韩国的现代的车 那我肯定认为奔驰和宝马是贵 对不对 对 但是这是相对于我个人的情况 他并不是奔驰和宝马 他本身就贵 所以这类朋友呢 所以说 资金目前没有到位的 那第二类呢 是我就是愿意去简陋的 我在市场 在寻找各种机会 我要就是要买便宜的 我不愿意买市场价的这帮朋友 有这样的朋友 我不能讲是好还是不好 那么这是一种投机 或者是种 用自己敏锐的眼光去找 但是在我们的投标过程中 我们这类朋友往往是买不到 因为大家呢 大家会一起去算 你简陋呢 在这个公平的市场上 是很难捡得到的 尤其在投标的操作上面 第三类朋友呢 是实际上呢 就是说他也想买 他周围一看 周围朋友都想买 那我就说得很高 就怕你给吓死 你别买我来买 这个我们遇到过 但这是一种策略了 我们也不谈好坏了 所以这三类 对这三类朋友来买 认为贵的朋友来讲 我这个节目呢 没有意义 那个我无法去解释 但是呢 有一类朋友就是说 我真正喜欢我们 二倍里中心这个位置 我也喜欢软易脱索这个学区 我们孩子将来要上名校 我也喜欢这个地点 我有财力也够 我想买 但是呢 我只对这个区我不熟悉 我对周围的房价地价 和整个的投标操作 我不熟悉 对这类朋友呢 我今天跟大家讲讲 我觉得是肯定是有帮助的 是 所以这个是讲了 这个关于贵和不贵的问题 那其实大家目前也可以看得到 我最近总结了这个一个字 最近一两个星期 好像这个字特别火 就是这个跌 不是那坑跌的跌 不是干跌的跌 是那个往下跌 往下跌的 一个呢 是咱们的利息 利率 银行贷款利息 利率是越来越低 就往下跌 这是好事 对大家的承受能力 对这个市场的推动呢 就是对我们房地产的买家来讲 是好事 这是第一个跌 第二个跌 就是汇率跌得非常厉害 大家都知道这个汇率 原来我记得去年是 5.5%还是甚至更高的 现在这种程度 百分之多少没有了 你去砍价 砍个一两万 几千块钱 一两三万 这个百分之几十下来 所以这个汇率下跌 对我们 尤其从国内汇款过来 挺有的是一个 购买物业的 是非常利好的一个消息 第三个跌呢 是国内的股市跌得很厉害 股票跌得很厉害 如果很多的朋友 在国内投入股票的话 资金出不来 出不来的话 这个对新西兰 对其他的国家来讲 地产的投入呢 他觉得你那个赚钱慢 我股票多快呀 但现在跌得很厉害 我相信如果大家把这个 我们Kell King 在这个阿尔伯尼边上 中心位置临环 把新位置的地码下来 等你造出来 那股市人钱出来 这也是机会 所以这个三个跌对我们来讲 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 从这个 我可以大家回顾一下 我在去年在Green High 他们买的 朋友们投标买的地 当时大家都是恨得 牙根痒痒的说贵呀 买了 买了现在大家看看 这个差价可能十几万 下来了 然后在 就是几个月之前 在Field Bay Avenue 卖了37块地 大家也是觉得非常贵 现在已经朋友卖出去了 才几个月卖出去了 已经赚到钱了 另外在Golden Money Drive 在Albany High上面 我在Albany Rose Park 卖的地 那些五十几万 后来就卖七十几万 所以买地的时候 做投标 朋友们买地的时候 一个个直咬牙 买完的时候 一个个乐哈哈的 其实从这个历史进程来看 从投标的操作 可能大家不会买贵 这是我跟大家讲的 这个问题 具体的操作来讲 今天主要跟大家 去讲几个数字 因为地 这个地多少钱 是跟周围去比的 跟我们周围 前段时间卖的地 价格去比的 另外一个就是这个地 周围起出来的房子 周围现在卖多少钱 这两组数据 是对大家直接有帮助的 这个是最后的精华 所以可能很多 加入我微信朋友圈的朋友 已经看到了 我那个帖子现在还在哪 是关于Fillview 我们今年3月份 卖出的37块建地 在84到90号 Fillview Avenue 卖的37块建地 平均的销售价格 售出价格是71万多一点 有5块地的销售 就是超过80万的 大家可以开车去看一看 看看那个地 再回来看一下这个地 还看看这个几个月之内 有没有市场 有没有变化 这是一个比较 另外关于其他的一些地 我这边有个清单 我可以跟大家看一看 比如说 在Albany Heights那边 原来Rose Parker 我卖的地当中 你看像7号Newton Lane 这个5月份卖到是74万 然后在我们回过来看到 Tribus View 我们从Albany这边 75号Tribus View Drive 那个地是卖到80万 当然我们刚才讲的Rose Parker Fillview Rose Parker 那么也有几块地是超过80万 另外我们这边 我这边有记录 54号Aaron Road 在Bronze Bay 809平方米的地 卖到89万 是在今年4月份卖的 另外在Devonport 我们在叫Natarin Natarin 还是那个角度 我说不出来 大家可以发给大家看一看 那是706平方米的地 94万 估计是有一些海景的 远海景的 然后在Albany 在叫Ware Peppa Place 大家听不清楚 没有关系 到时候我可以发给大家 这块地是736平方米的地 卖的是96万1 另外我们在前段时间 朋友们都知道 非常有名的 在Milford的一个分割地 没有海景的 后座的一个分割地 是11号AQB Cubic Road Milford 这个是612平方米的地 这个是卖的116万1 另外我们在Cambus Bay 在1号B 这个也是个分割地 这个是由远海景的 叫Sanford Strait 这个是500多平方米的地 卖的125万 这些地给大家是做一个参考 我是希望感兴趣 知道的朋友 那就没问题了 不知道朋友开车 过去看一看 再回来比较一下我们这些地 另外关于周围卖的房子 我们在这个Stagy 我们这个Stagy期 第6期我们在63号Mason's Road 卖了161万 这个大家很多人听我 讲的很多次了 另外就是在我们在Hara Green Drive那边 在日本叫Hara Green Drive 你像53号是600平方米的地 是卖的174万5 61号是547平方米的地 上面的房子 最后卖的175万5 然后一个57号Hara Green Drive 是591平方米地 上面6房的房子 那是卖的176万 这个都是最近成交价值 可以跟我们这块地区比一比的价格 大家开车过去看看 然后回来看看我们这个购物中心边上的 这个顶级建地将来起的房子 你有信心卖多少钱 然后你就去出一个什么价格 所以今天的时间我算了 正好15分钟 没有听清清楚的朋友 没关系 给我发微信 email短信 去要这些地址 这些都是公开的 都是从官方处去找的 大家可以开车去赚转 然后回来再去比较这些地 我相信那个时候 大家出的价格 一定是一个不贵的 一个市场价 大家也会买得非常开心 好吗 是 所以说这个价格 实际上是要通过市场来告诉您的 没有人能够告诉您 对 我就非常感谢你们电台 不然的话 我对每个人说这么多 我可真的对几百个人说下来 我可能就 全心全意为您服务 就像您的工作一样 必须的 是 而且也要跟所有的朋友说 如果要是 其实有任何关于这些建地的 任何的疑问 都可以随时地给李亚打电话 来问询 对不对 是 最后跟大家讲一下 星期六星期天 我是四点到五点钟 我们会在地上跟大家讲解 尤其是 这个星期天的四点到五点 我们很多朋友去领奖 我可以说第一期第二期的奖 我全部发出去了 很多都淫重了 那这个星期天 大家可以过来对讲 大家也可以看到 Raymond是说话算错的 不是是拿着一个奖品 换得骗人的 是真的想发出去 大家一起累了 好吗 是 好的 非常感谢Raymond 那我们下周一的时候 还会继续连线 给我们带来更多的信息 好嘞 好的 谢谢Raymond OK 再见 谢谢 拜拜 好 如果您想了解到更多的信息 关于这一块建地 以及Raymond的联系方式的话 请听下面的介绍 最新听